有人问,中国古代有没有那种文学才华横溢,而个人武力值又相当强悍的人物,当然有,大家脑子里第一个想出来的肯定是新气级,然而,历史上有一个人比新气级还强悍,却很少在史书中被提及,他是谁呢? 见以往可以知未来,喜欢请点击订阅,开启小铃铛。 于允文卫是一个典型的大器晚成的人,41岁才参加科举,进入了大宋帝国的官场,比起那些少年天才来,可谓是差的,不是一星半点,秦桧在世时,于允文卫能得到重用,直到少兴25年,秦桧病死。 他才得到了表现的机会,在中书社人赵奎推荐下,于允文担任秘书城,后官至礼部狼官,中书社人,直学誓院,如果不出意外,于允文将做一个好官,平淡过完自己的一生。 1149年,完颜亮发动宫廷政变,杀死金西宗完颜弹,自立为帝,他梦想一举灭颂,进享江南繁华,他开始命人增修便良桥,南下的意图十分明显,当时的宰相汤思退一味主和, 根本没把这一举动当回事,于允文怒不可遏,当即越级尚书,直言,金人必将败蒙,五路出兵,希望诏命众臣,商议备遇遇之策。 可是宋高宗却置若罔闻,于允文便自请出使金国一探究竟,于允文在金国待了数日,不仅看到了金人正在大规模运输粮草,建造大船,而且在离开时,完颜亮别有意味地说要看花落养。 于允文回国之后,立即向朝廷禀告,并请求加强沿线边防,只是这一建议又被搁置了,金人可没有给南宋机会,在于允文回朝后不久,完颜亮便率领金军主力越过淮河,两淮前线,宋军一处击败,金军犹如无人之境,直接禁逼长江,一旦长江沿线失守,那么金兵便可以顺江南下。 直逼健康 绍兴三十一年,完颜亮率领大军逼近采石,怀袭主帅王权被免职,大将李显忠接任,为了表示朝廷的决心,宋高宗还派遣于允文前往采石靠军。 直到此时,宋高宗依然没有意识到,自己这一无心的决策会挽救南宋,毕竟在他的眼中,于允文只是一介书生,仅此而已。 于允文到了采石之后,他发现宋军军心涣散,根本无心欲敌,此时接替王权的主帅李显忠还未到任,而四周又皆是金兵,一旦战争爆发,宋军必败无疑。 于允文向将士振臂高呼,金伯告命皆在此。 戴有功,这时候就有官员质疑于允文,说,功受命靠尸,不受命督战,他人坏之,功任其救护。 于允文听闻之后,直接呵斥,危急设计,无疆安闭。 其余将士听闻之后,立即表示,经济有主,请死战。 不得不说,于允文这番演说极其振奋人心,很快,原本军心涣散的宋军被团结了起来,可即便如此,宋军也仅仅只有一万八千人。 而他们的对手,号称四十万大军,可即便如此,双方的军事对比依然悬殊巨大,可于允文没有退路了。 因为完颜量,趁着李显忠未到的空隙,便发动决战。 他必须硬着头皮去打这一仗。 于允文为数不多的战船分成五队,化整为零,以麻痹金军。 金军的船队开到踩尸后,以为无兵把守,便放松地戒备。 于允文看准时机,命令宋军的大船撞击金军的船只。 一时间,金军船只损失过半,金军见状,立即弃船登陆。 金军毕竟人多,很快便扭转局势,宋军抵抗不住,节节败退。 于允文见此,立即命令士兵在踩尸竖起无数战起。 由于有大山阻隔,完颜量一时间分不清局势,以为是宋朝的援军,只好撤退。 完颜量重整旗鼓。 在第二天,勒令士兵强堵长江,可于允文早已经做好了准备。 他派士兵主动进攻长江北岸的杨林渡口,在金军出船时,又用强弩和霹雳炮对西金军来了一顿疯狂输出。 完颜量眼瞅大势已去,十几万大军几乎全军覆灭,便仓皇逃往扬州。 金国发生内乱,完颜庸去完颜量,自立为皇帝,夺取了政权。 进退无惧的完颜量被部将杀死,至此。 这次金军大规模南清,以南宋胜利告终,可以说,于允文凭此战,为南宋续命了百余年。 战争结束后,于允文并没有因为立了大功而沾沾自喜。 而是继续在为收复师弟做准备,于允文在彩石大劫中创造了奇迹,所以回朝后,皇帝对他也赞赏有加。 就在1162年,于允文被皇帝封为了穿闪宣御史,和大将吴林共同商议收复中原之势,于允文的军事能力在整个宋朝都是首屈一指的,让他去负责北伐中原,收复师弟,皇帝也非常放心。 但是就在他们在前线乘胜追击,建功立业的时候,朝廷却出了一件大事,宋孝宗登上了皇帝之位。 宋孝宗登基之后,开始重用起了奸臣,并听信奸臣的谗言。 向前线的战士发去了一封诏书,要他们退兵,俗话说得得好,军令如山,皇帝的话就是军令,在外作战的于允文没有办法抗击军令,只得带兵回了南方,回到朝廷。 于允文在朝中做起了参支正事,兼支疏密院士,三年之后,他又被皇帝派到了四川,担任宣服使,宋孝宗之所以要把于允文派到四川去,是因为他知道,要想将来北伐中原,就必须要经营好四川。 身为丞相的于允文,到达四川之后,迅速整治了四川官僚团队的风气,使得四川的经济恢复了发展。 军政焕然一新 于允文深知,要想北伐中原,绝非是一朝一夕刻意完成的,所以他特意对皇帝送去了一封奏折,说一定要做好前期准备,否则将来很有可能会竹篮打水一场空。 在他的建议下,宋孝宗在军事和财政上进行了两方面的革新。 1172年,于允文和宋孝宗正式把北伐之事提上了日程,在皇帝的安排下,于允文负责起了训练士兵,筹备军粮之事,正当他准备落实北伐计划的时候,他因积劳成疾而离开了人世,享年65岁,出师为截身先死。 常使英雄泪满金,于允文的去世是整个南宋王朝的损失,他去世之后,再也没有人有能力为宋孝宗身先士卒筹备北伐之事了,南宋准备用北伐之计一写靖康之耻的计划也戛然而止了。 虽说于允文已死,但是由于他为南宋打造了一条坚实的防线,所以金军也不敢贸然南下宋朝和金国,保持了几十年的和平。 入朝为官的时候,于允文只是一届书生,但是他却能够以文官的身份大破金军,挽救百姓于水火之中,将他与抗金英雄岳飞相提并论。 也丝毫不为过,但是可惜的是他和岳飞都有属于自己的无奈,一直到南宋结束,靖康之耻也未能消除,于允文真正把百姓把国家放在了自己的心里,作为一个文官,他本来是不用去前线厮杀的,他本来是不用肩负这些东西的, 但是他却在国家危难之时,扛起了这份责任责任,实在是令人赞叹。 毛主席看到这段历史的时候,心中也是有着无限感慨的,虽说于允文已死,但是他的事迹却依旧响彻在历史长河中,网狂蓝鱼祭道,扶大厦之江青,伪在于宫。 千古执辞一人,采石之战为何能胜利呢? 文臣于允文,客串前敌总指挥,率先取得了采石之战的胜利,逆转了长期被动的南宋抗金局面,原因是多方面的。 其一,于允文是个能文能武的人才,除了饱读诗书,满腹经伦外,其武艺也不差。 虽然史书上没详细做过介绍,但从其经历上可见端倪,他曾出使金国,金国的官员轻视南宋,更瞧不起文之官员,来个纳狐不开提纳狐,说要与他比武射箭,实则是想给他一个难堪,于允文沉着比武,拿起弓来,刷刷刷射了三箭。 渐渐命中把心,金国官员大惊,探讨,公马本是游牧民族的强下,看来汉人也不错。 其二,南宋的武器装备占优,人类战争史上,南宋军队第一次将火药火器运用于大规模水战,在世界水战史上具有里程碑的地位,在水战中,南宋采用的是多踏车海丘船,大而灵活,金国的战船较小,又是平底,且粗质滥造,抗风浪性差。 由牧民族士兵不惜水战,金军中的汉族士兵虽懂水战,但不仅仅心在曹营,心在汉,还暗暗配合南宋军队作战。 其三,多年来,金军烧杀抢掠,无恶不作,激起了南宋军民的义愤,士兵们斗志昂扬,同仇敌忾,老百姓探敌情,搞运输等,同心协力配合官军作战。 据实在,金军第一天进攻采石时,将便连绵十多里的山头上,占满老百姓,为官军英勇抗敌呐喊助威,升阵云天,真格式人民战争的宏伟场面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